亲爱的原刑任亲 天下无拐还需努力 天理下 最悲痛的事情 莫过于苦肉分离 天各一方 最大的慰藉 莫过于亲人相认 宠归团圆 与人们熟悉的田文君等人 历经坎坷的寻亲故事一样 现实中 孙海洋为找到丢失的孩子 也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 老家在湖北的他 与家人一直坚守在深圳 将原本生意红火的包子铺改成了寻子店 并贴出悬赏小广告 赏金从最开始的十万元 上升到二十万元 中间还遇到过形形色色的诈骗电话短信 历经了14年的折磨苦熬 孙海洋终于梦远今日 寻亲成功 应感叹人性的伟大 当年孩子被拐后 当地公安机关多年关注寻人 公安部将这起案件列为挂牌督办的重点案件 由广东省公安厅牵头组件专班 进行重点攻坚 通过强化技术支撑 数据赋能 全面收集信息 专案组于今年9月至11月期间 终于确定了被拐对象等涉案线索 将数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 之后才有了感人至深的认亲仪式 这个平凡而不简单的群体 发起了寻子联盟 建立了宝贝回家网 开展了随手拍活动 将一个个寻亲的个体 连接成了相互温暖 相互助力的立体网络 孙海洋找寻到失散14年的儿子 无疑是打击缓卖儿童犯罪的胜利 值得欣喜和庆贺 有关部门还需要继续加大打击力度 运用最新技术 精准比对信息 定位失散亲人 顺藤窝瓜找到隐藏的犯罪团伙 依法给予为非作逮者严厉惩罚